大家好我是真基 Lightroom作为一个针对图像的调色软件 它有非常强大的图片整理能力 那么今天这堂课我们就要开始正式 在Lightroom的奇幻之旅上 开始我们一点点的学习了 因为上堂课我们讲过Lightroom的初体验 带大家体验了一下Lightroom的基本的工作流 但是其实大家对Lightroom整体的功能 包括整个软件在操作方面的一些细节 了解还不多 所以本堂课我们就带大家 从最最开始如何启动Lightroom 我们开始讲解Lightroom的第一个核心功能 就是图片整理功能 首先我们在左上角 在文件这个菜单下 点击新建目录 我们在这边建立一个文件的名字 比如我们建立一个叫什么呢 叫一个PR01 乘回车 稍等片刻我们电脑会自动的 给你把我们刚才所选的路径 建立一个你看我们左上角 建立一个指定的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会预缓 从我们今天课程中完成一些编辑的图片 好了 那么建立好之后我们会发现 这边中心写了 单击导入按钮一开始 对吧 我们现在点击左下角的导入 就可以开始导入我们的素材了 那么我们导入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左侧出现圆嘛 在诸多圆之中呢 我们找到我们想要导入的这个素材 那么这边的话呢 本身它是存在着很多母文件夹和子文件夹的 如果你直接选中了母文件夹 比如我这边导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它会包含非常多 我们这里面所有子文件夹的内容 那么我们这边呢 直接导入到一个非常细的一个文件夹 这样它会直把我们今天课程中用到的 这些素材导入来 那么大概是56张照片 我们在课程中可以看到它们 每张照片呢 我们可以双击它 就可以打开它 完成一个简单的预览 那么单击一下 就可以缩小了 也可以直接双击呢 就可以把它给恢复到刚才初始的这种展示 那么刚才老师的这部操作呢 是在左下角的这两个按钮 分别是放大式图E 和我们这个网格式图G 那么我们现在呢 默认是一个全部选中的状态 你可以点击取消全选 来完成取消全选 那么我们选中了某一个画面 如果你想要在取消全选情况下呢 选中两个不连续的图层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在Windows常规文件选中的时候 一个操作小妙招了 就是我们通过Ctrl键和Shift键 两个图层键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现在呢 按住Ctrl键 再单击18 再单击24 它可以选择三个 不连续 在横向上 不连续的这个文件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按住Ctrl键 3.27 可以选择这么四个图片 那么如果说我们点击了11之后呢 按住Shift键 选中18 那么它会选中多个连续的文件 那么这个就是Ctrl和Shift 在选中多个文件时的一个区别了 好 那么我们本堂图片的话呢 就直接全选就可以了 全部导进来 那么我们在右侧呢 可以完成一个简易的文件处理 比如本堂课中 我们勾选的是 不导入可能重复的照片 那么现在我们就点导入 可以将我们画面呢 在当前 当前的这个虚拟位置中呢 去导入了 它并不是真正的移动 它的物理位置 左双角呢 有一个正在获取初始预览 那么这个初始预览呢 是方便我们现在轨动滑轮 向下的时候 它可以快速预览图片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强大之处呢 就在于 它可以快速的方便 我们把那些原本很大的 RAW 就是生图格式 在当前画面中呢 完成一个简易的预览 那它其实加大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画面了 每一个图片呢 它在左上角有一个标识 标志着当前图片的一个序号 对吧 比如现在这个是1 这个是2 当我们选择某一张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左下角找到逆时针旋转 右下角找到顺时针旋转 那么它可以方便我们在图片中呢 完成一个最基本的预处理 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有一个 带着五个点的这个小按钮 那么点击的时候呢 它会在指定点的位置给你打上星星 打星星的这个概念就叫做星标 我们其实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呢 还可以直接在键盘上输1 2 3 来完成星标的搭建 比如我刚才在输1 2 3的时候呢 我是还切换了这个图片嘛 你会发现第一张图是一颗星 刚才是一颗星 第二张图是两颗星 如果我们选择某一张图之后呢 我们给它直接点击我们这个星星数量 比如我点击五星啊 然后直接给当前图片打上五星 那么如果说我们按的星星数量是超过五 比如我按六 那么它会把当前标签呢 打上红色 就是第九张图呢 我按七 它会给当前图片打上黄色 那么打上颜色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在当前图片上右键 这边有设置奇标 星标和色标 那么超过星标的呢 就是1 2 3 4 5的快捷键之外的呢 都通过色标来去表示 就是我们这边把他们的图片取消 在色标之后改成五 那么如果我们想在这张图片上改成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红色嘛 就一直按六 那么这些图片都打上这个色标了 那么如果说你想对画面中的几张图片 就是我们这边选中这只小猫咪 选中这只大公鸡 选中我们这个菠萝墨镜 那么这四张图片我们觉得它很棒 那么在一个预处理中 我们想给它打上五星 我们直接在这边上轻敲五 就可以能给它们统一打上五颗星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预处理 讲完这个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界面 其实在lightroom中呢 我们上当课已经讲过界面的一个基础概念了 那么左侧呢 就是导航器 目录文件夹 踏实方面我们快速做引导图片 并且有简单的一个预览 底部呢 现在是一个横向的图片预览的一个滚轮 右侧的话会包含我们图像的这个处理信息 顶部呢 图库修改图片 放进去放映 大家刚开始打开的时候呢 可能还会有地图和画册 那么如果你觉得它们碍眼 或者你工作中用不到的话 你就可以把鼠标放在这个黑色处 右键 找到地图 点击鼠标左键就可以取消它 那么我们常规操作的话呢 可能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图库和修改照片 右侧这一块呢 这个直方图呢 是显示当前画面的一个图像信息 比如当前图片的话 看起来是有点点微微过曝的 你看它的这个亮部呢 是非常亮的 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快速修改照片的一个选项 我们解决它之后呢 你会发现下面有很多小的参数 那么快速修改照片 就像它字面的意思 它只是用来做快速修改的 没法对这个图片 完成一个精确的修改 比如说在我们曝光度这个参数里面 它只有这个小箭头和两个小箭头 分别是处理三分之一档和处理这个一档 那么我们这边想要降低曝光的话 我们可以先点一下降低三分之一档 再点一下 降低了三分之二档 之后的话呢 看起来是比较比较适中的 大概就是当前的一个曝光度 所以呢 那我们Lightroom在图片整理的过程中 其实一般是不对图像做过度处理的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 刚才讲过的星标之外呢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我们图像的一个标注呢 比如我们现在它经常在照相馆中 你拍一网写真 它给你选中两张照片 比如选中这张照片 按住shift一键 我再选中这25 两张照片 它呢 会点击左三角的这个按钮 比较适途 快键为C 点击之后 画面会出现当前两张图 如果你单击一下的话呢 可以对当前画面进行放大 放大之后 你可以在同距离看那画面的一些细节 比如哪一张拍得更好 角度更有趣 那么你可以在左下角 给它打上是选用 还是不选用的这个小旗标 比如我在右四张图呢 给它打上一个不选用 左四张图呢 打上一个选用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讲过的双击 就可以退出这个画面的这个预览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当前画面中 点击这个比较适途 也可以退出来 那么我们这张图呢 你会发现在左上的选用的旗标 这张图呢 左上就是一个 它写照片有排除的旗标 好了 那么讲完这些旗标之后 那么每张图片 还有一个方式来进行筛选 就是右侧 除了快速修改照片之外的这个关键字 我们进入关键字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 当前这张小猫输入关键字 比如我们给它输入一个猫咪 好 先将回出键 这是小猫就会拥有猫咪这个标签 同时呢我们可以 用这个 当前这个点击此数 添加关键字 三 就给它一下 那点完之后呢 你再给它打第二关键字 比如我这边输入一个室外 再将回出 开上室外 同时也可以在标签位置呢 直接使用逗号 来作为不同标签的一个界定 比如这边再输入一个 除了室外 还有这个台阶 还有这个日光 还有这个草地 好 这么多标签我们放回车 这标签呢 就都会生效了 每一个标签呢 你也可以直接拖出来它 带给其他的图片 比如我这边呢 看一下 比如现在是日光 这张图 小姐这张图也是日光 这个标签拖过来 标签拖过来 每一个图片突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右下角 有一个叫照片上有关键字 那么这个拖转的过程 就是一个给多个图片 打标签的过程 打标签之后呢 我们如果想要挑选 一个具体的图片 我们可以在左侧呢 找到收藏夹 这边有一个东西 叫做智能收藏夹 这个老师用的是非常多的 我们在智能收藏夹中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键 创建智能收藏夹 我们这边呢 它可以是否收纳到收藏夹内部 如果你不是的话呢 它就会跟你并列关系 那么下面呢 有一个叫做匹配的规则 就是我们这只能收藏夹 到底收藏什么图片呢 你看我们的图片有两星 有一星有五星 那么我们这边呢 可以让它大于等于两星 就是会把这个图2 图3 图8图10 藏起来 创建 你看这几张带智 带智标的图片呢 就被选中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重命名 这个叫做大于两星 比如我们现在呢 在智能收藏夹中 右键 创建智能收藏夹 我们在这边呢 选择的是任何可搜索的文本 把它改成日光 使用的是包含关系 点击创建 可以把刚才老师建立的几个 带有日光标签的 这个关键字内容 就可以创建出来 那么有了以上的操作呢 我们就可以对当天画面 完成一些过滤啊 其实这个除了这个过滤之外呢 我们直接当天的图片过滤器 也带有这个过滤器的一个功能 包括我们底部也会有这个过滤器 这边本身默认的是没有通过过滤的 你可以在这点击这个两星三星 我们这边呢 有一些东西的大于等于 你可以改成小于等于或者等于 可以创建出来你想要的图片 那么可以把这个自定领过滤器 已经关闭过滤器 就回到我们初始的状态了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堂课 在我们完成这个修改照片之前 所有做的一些预处理 它主要是方便我们整理这个图片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会带大家进入我们修改图片的相关知识 敬请期待吧